今天节目单位要带大家探访 以投资模拟竞赛文明 也是各大竞赛成胜军 即便是台大政大高材生 也不是对手的 玉达科技大学财经系 这一间位于苗栗的科技大学 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就让我们带你来瞧瞧 我们也鼓励同学去参与 各项的校外竞赛 因为我有透过校外的竞赛 来激励同学他所学的 理论跟实务可以不会相互结合 而这个系是相当 我们学校引引为傲的地方 它不仅是很多的比赛 都获得前三名奖项 不断的累积 秉持技职体系 一贯的实作精神 玉达财经 以培养学生 投资理财能力 证照应试能力 建教合作 实习机制 以专题制作能力 结合理论 以实物面为一体 我们技职体系的学校 特别强调实物面 所以我们很开心 我们系上的老师 大概有百分之百 都具有非常丰富的实物经验 国际金控教育中心 是财经系的一大特色 里头包含理财专员 衍生性金融商品实作 与股票正确实作训练 都是学生在未来就业上的利器 这个理财专员室呢 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可以让我们在课堂上 所学习到的理论 能够与业界的实物 做一个结合 那学生呢 可以运用这里的电脑 以这里的设备 做一个实境的一个模拟 那借由我们电脑 所内建的一个XQ系统 它拥有八股的一个资讯 那还可以跟市场上的实际的股票 能够做一个结合 那在分秒必差的情况之下 就可以让我们了解到 股票的一些操作以及应用 我得奖的是群艺证件所举办的 未来奇寻战士的香港组第三名 然后得这个奖 我真的觉得十分的不容易 因为是与社会人士在竞争 然后并不是说在校内比赛这样 所以就是比赛要准备很多功课这样 各国走势跟昨天晚上前一天的那个美国走势 每天都要看财经书报啊 然后那个电视上的新闻这样 在证照法治化的时代 证照已经不再只是专业能力的证明 更成为职场上取得工作的必要条件 而育达财经系 为了使学生更具竞争力 采取了相当全面性的措施 同学毕业一定要有四张以上的 这个财经专业证照当作是一个毕业门槛 我们有一个考照的辅导班 就是说希望同学在证照考试之前 我们有一个类似密集班 比如我们一个top test的一个测验体肤 里面就有八种证照 那同学都可以随时做线上测验 我目前有七张证照 分别是期货商业务员 证券商业务员 理财规划人员 中小企业财务员等等 那我平均准备一张证照 所花的时间大概是两个月之内 后面的金控中心 它里面有很多学习课的老师会开放 然后还有 就是我们学校也会提供证照奖学金 就是可以提供学生去申请做奖励 然后还有提供证照资讯 除此之外 就业学程 业界协同教学 产学合作 与建教合作实习等完善的课程规划 帮助学生妥善规划未来 使学生面对未来不许恐惧 实习的话就是利用寒暑假的时间 做至少120个小时以上的实习 那目前我们有跟三个机构 添了这个实习合约 分别是第一银行 然后第一金证券公司 还有华兰永章综合证件 那这个暑假我们就有同学会到这些机构去实习的 就业上的考量之外 财经系也提供了财经专题的休息 作为学生 往财经领域继续深造的条件 是学生具有拟定研究主题 执行研究计划及撰写报告的能力 我们都是以大概三到五位同学作为原则 那找一位我们系上具有实习经验的老师 那请他们指导 那这种课程是技职体系一定要具备的 那可以训练他们团队合作 训练他们收集资料分析的这个能力 所以经过这种训练 对他们将来上班工作 有团队发挥精神有很好的这种注意 目前我们的同学大部分都是网人 金融界 比如说银行 保险公司 证券 那我们也有少部分同学会往会计界方面来走 那因为我们平常有强调实习 所以他们走的都还算蛮平顺的 郁达财经系能在各大投资模拟竞赛中脱颖而出 靠的不是运气 而是坚强的实力 扎实的课程规划 与环环相扣的实作训练 将技职体系实作精神 发挥到了极致的他们 成为赛事的常胜君 也是实至名归